广东东莞大朗的毛制品非常的有名 但是有知情者爆料 说大朗有些贪当销售的便宜的衣服和毛衣 竟然是国家明明禁止的洋垃圾 这洋垃圾毫无顾忌 走进了正规的服装城 还有摊主把这生意都做到了全国各地 有知情人士透露 东莞大朗镇虽是中国有名的羊毛山名镇 年产毛制品过意见 然而在大朗镇街头巷尾 却有不少店铺卖洋垃圾 并且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 记者调查发现 这些洋垃圾服装大都来自韩国法国等地 普遍有污渍眉点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有的衣服甚至已经腐坏 不排除出自国外的垃圾厂 甚至医院停尸房 一般一块钱一斤 商家拿货回来之后 挑挑拣拣 稍作处理就摆出来卖了 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摊档上的商品 也有店铺老板以每件两块五不等的价格 向全国批发 其实这些洋垃圾都是有固定的产业链的 上个月深圳海关基司部门 联合惠州市打私办 查获了140多吨 从境外运来的废旧衣服 走进惠东县这间口岸公物仓库 迎着扑面而来的阵阵恶臭 眼前这些堆积如山的破布条 旧衣服 看着都令人作呕 其中大部分甚至都是遍布斑点的旧内衣 内裤 这些衣服最早是藏匿在仓库里 因恶臭难闻 被附近的居民发现并举报的 这类似的事在深圳也发生了 昨天晚上我们就报道了 位于平山新区的一家黑工厂 回收了废旧的衣物 然后分检清洗贴牌 再次销售